2022年即將過去 這一年南沙方案發佈 廣州立足灣區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 這一年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 廣州繼續精準施策和市民同行 這一年華南國家植物園揭牌 彰顯全球植物多樣性保護的中國力量 這一年我們用鏡頭記錄了很多難忘的瞬間 讓我們從聲音中去找尋城市記憶 今年四月底白雲區出現一輪本土疫情 樓吊索源核酸檢測等工作有罪展開 人火鎮全域被劃定為管控區 作為醫務人員哪裏需要就是去哪裏 5月17號鶴龍街全域解除管控 這個亦意味著白雲區全域解除三區管理 來到10月底廣州新一輪本土疫情霧頭 這個是一場硬仗 一輪疫情持續時間長感染病例多 海珠區鳳陽街康奴片區 赤江街客村大唐片區 是本次疫情的集中步伐點 當前我正面臨抗疫三年以來最複雜 最嚴峻的疫情 廣州集中優勢力量攻堅海珠疫情 廣大抗疫一線工作者無懼風險 文令而動 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極限壓力 完成各項急頑險重任務 在同病毒的較量中 廣州始終將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圍 堅持邊防控邊研究邊總結邊調整 行小步不停步 國家第九版防控方案和診療方案先後印發 以十條優化措施和新十條優化措施先後出台 確保了疫情防控的科學路徑正確方向 即日起調整密切接觸者和入境人員的隔離期限 不再甄別密接的密接 對目前在隔的刺蜜者解除隔離 第一時間響應落實 離不開廣州一直以來準確識變科學應變 主動求變的工作方法 強調做好個人健康第一責任人 鼓勵家庭設備抗原試劑盒 明確門診就診不再查核酸檢測證明 呼籲家長積極幫兒童接種疫苗 強調要提高老年人接種率 廣州尊重科學尊重規律 因時因勢 以變應變 不斷優化和調整疫情防控措施 變的是基於科學研究的新措施和新手段 不變的是始終的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市民理解、支持和配合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衣作成 心裏有光、城市有愛 總能衝破風雨、驅散陰霾 現在病變基本上是在上呼吸道 我認為不可怕 絕大多數人都會在五到七點好轉 年底 國家公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2023年1月8日起 將實施越累越管 疫情反覆三年 病毒威脅終將被驅散 待明年春暖花開 生產、生活、工作秩序 將重歸正軌 南越大地將再現生機活力 回首三年抗疫路 每一個艱難的時刻 每一段堅守的歷程 每一位平凡的市民 都將成為廣州一座 英雄城市的獨特恩記 在一場驚心動魄 艱苦卓絕的戰役中 廣州為全國全省疫情防風大局 擔起了責任 展現了擔當 同時廣州經濟也頂得住壓力 穩中求進 高效雙統籌 奪取雙勝利 全力支持廣東省和廣州市 實施好奶沙方案 推動奶沙高質量發展 行溫支援 奉從海上來 潮湧珠江口 位於大灣區地理幾河中心的南沙 精彩正不斷上演 仰望升空 南沙企業參與研製的 我國最大固體運載火箭 力戰一號成功發射 撫陷大陽 南沙研製的天然氣水合物鑽彩船 力圖探尋可研兵的巨大能量 聚焦精微 南沙在國內率先佈局 寬禁大半導體全產業鏈 雀眼廣大 全球首批自動駕駛營運出租車 在南沙交通大動物上奔馳 聖神大海的征途仍在續舍 粵港澳大灣區 首個新建的全自動化碼頭 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 正式投入運行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岸橋 是慢慢地將這個集裝箱 緩緩地將會放置在這台 無人駕駛的智能導引車上 好 已經放好了 南沙港四期 還是全球首個 鋼海鐵多色聯運 全自動化碼頭 南沙反安強調 南沙的內連外通 是全球新一代 全自動化集裝箱碼頭的領跑者 在2022年廣州國際投資年會 南沙平衡分會上 現場舉行 深、神、大、海重大產業項目簽約 發布探天九條專項政策 廣州南沙正以面向世界之名 赴星神大海之約 探天九條會對未來南沙 達到中國航天第三級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助力 面向未來的浪漫征逃 南沙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止 你盼望透過我們獨有的民心課程 讓我們的小孩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 能夠結合香港、廣澳的大灣區的力量 能夠快速地將整個落地轉化 南沙的征途既在星神大海 亦在煙火人間 高端資源的強持牆 正吸引越來越多人才 來到這裡安居樂業 面對國家的願望和期許 南沙依片承載使命的熱土 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 擁抱世界 華南國家植物園正式揭牌 和北京的國家植物園 一南一北搖相呼應 開啟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新篇像 形成一個舊的保護、牽力保護 和野外回歸三位一體的這種植物保護體系 能夠真正地實現這個植物的有效保護 目前華南國家植物園 已經成功實現了36種珍稀頻危植物的野外回歸 好像杜鵌紅山茶就是其中之一 曾經全球只剩下一千多株 但現在已經成為全球花位熱銷品種 以目前來講年產都達到一百萬株以上 整個的市場年產值應該已經過億元了 華南國家植物園 將參與全球主持 中國植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 實現植物保育兩萬種以上目標 而對植物最好的保護 莫過於全社會的共同關注 和全民的廣泛參與 通過講好中國植物故事 激發市民興趣 進而在全社會倡導熱愛植物 保護植物的良好氛圍 探索超大城市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新模式 我們與幾百萬物種擁有一個共同家園 廣州將繼續守護生態文明金物 向陽而生 和萬物一齊生根發芽 繁茂生長 在美麗中國的畫卷上 留下動人詩篇 需要保護的 還有中華文化的種子基因 鳳凰山蜜 樓溪河畔 灰宏大戲 古樸莊重的 中國國家版本館 廣州分館 坐落在青山垂谷之間 寶藏萬千中華珍貴版本典藏 以文明燈塔之勢 映照千年前統更續中華文物 廣州被納入國家數字人民幣試點 市民衣食住行玩各方面的需求 都可以通過數字人民幣消費 廣州地鐵七號線西延信德段開通 廣州與關區城市聯繫更緊密 地鐵八號線先後補齊彩虹條站 和西村站最後兩塊拼圖 同德維終於解圍 通達東西南北 但是在這一年也留下了傷感 三月從昆明飛往廣州的 東航MU5735航班在廣州聚毀 123名旅客和9名機組人員 全部離難 年底廣州人心目中的平民市長 老市長黎子樓和粵語上升大師 國家一級演員楊達欣病細細 暫在時間的渡口回望 一年有感懷和敬畏 有堅守和付出 有歡笑和重庸 更有振奮人心的力量和榮光 新的一年我們繼續捕捕向前 以無所畏懼的開拓精神 奔赴更美好的未來 廣州電視編輯報導